七国集团外长的这份声明呢 让人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几个国家的外长呢 显然还以为自己生活在 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八国联军的时代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帝国主义列强 可以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 为所欲为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一百多年前 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旧中国 他们的列强梦应该醒醒了 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 中国有权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当前台海局势出现紧张 根本原因是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纵容美国政府三号人物 乘坐美国军机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是升级美台实质关系的重大事件 严重损害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早已反复明确表明坚决反对的严禁立场 并且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如若美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由美方全部负责 勿为言之不欲 美方恶意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 面对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恶意挑衅 中方采取反制措施都是正当的 也必然是坚决的 有利的 对此世界看得非常清楚 上百个国家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公正的声音 强调应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如果这几个国家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他们就应该早一点劝阻美方不要对中国采取危险而鲁莽 不负责任的挑衅 佩洛西串访台湾之前 他们装聋作哑 默不作声 现在却跳出来对中国采取正义行动横加指责 他们的虚伪和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第二 一个中国原则是七国同中国建交的重要政治基础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七国政府的立法机构负责人 理应遵守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如果有关国家政府对其议会违反本国外交政策的行为 无所作为 放任自留 只能证明其政治无能 治理无效 在国际上背心弃异 在这严肃的问题上 玩弄文字游戏 或者试图偷梁换柱 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第三 一个中国原则只有一个版本 一种含义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明确规定的 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包括七国在内的181个国家 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允许私塞任何前提后缀 也不允许任何歪毒取解 第四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成员都是侵略 胁迫的形象代言人 说到侵略或者胁迫 这顶帽子还是请七国集团的国家自己戴 这个七国不要忘了 他们呢也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他们的观点只是极少数 正如新加坡的学者马凯硕日前指出的 七国集团在国际上大搞专制独裁 这一点在这份声明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想再次提醒这七个国家的外长 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了 如果脑子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是要出问题的 感谢观看